不過今天一大早在北部地區的天氣其實還是不錯 所以宜蘭烏石港這邊很多遊客跑來下水衝浪 那麼其實像是大溪漁港鼻頭角這些地方 有都可以看到漁民們趕緊將漁船拉進港 這些淘海人們也透露說只要颱風來生一慘淡 他們是好幾天都沒辦法賺錢 趴在衝浪板上隨著海面載幅載沉 一波波長浪打在岸邊 漸起陣陣浪花看著消暑 只不過海葵颱風近逼 還是有許多遊客在炎炎夏日冒險追浪 後面有好幾個颱風 所以就是要趁著颱風來之前還好天氣 然後趕快來海邊曬太陽 9月1號一大早在宜蘭烏石港 觀測到1至2公尺的浪高 遊客趁著海景發布前 帶著長版來到真正的海景第一排 衝浪玩水 最近學衝浪 也在颱風前的浪比較好 之前的時候該來衝浪 但每次只要颱風一來 陶海人們都苦不堪言 漁貨量銳減 漁市場就顯得冷清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在大溪漁港這邊 可以看到農岸邊的船 都是已經停靠的 沒有出航的狀態 所以說呢 船沒有出航也就沒有漁貨 五六天了 對 因為沒有漁貨可以買啊 沒有可以賺錢的機會而已啊 沒辦法做生意 業者自理行間透露滿滿無奈 但儘管如此 防台準備可不能馬虎 比頭角的漁民們 加緊腳步固定於船靠港避風 海魁週末影響最大 尤其北台灣首當其衝 民眾颱風天還是少出門 避免意外發生 介紹報導